這個單元叫做光學儀器 介紹一些光學儀器 放大鏡啊 顯微鏡啊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後面的眼睛 比較重要的是後面的眼睛 放大鏡就是一個凸透鏡 所以它的成像就是 凸透鏡的成像 一般正常使用放大鏡看到的是正立放大像 根據凸透鏡的成像性質 你就知道正常使用的時候是放它的焦點內 所以平常使用放大鏡一拿過來 就是在焦點內 然後成為一個正立放大像 所以凸透鏡就是放大鏡 放大鏡就是凸透鏡 所以就是考凸透鏡的成像性質 凸透鏡除了可以放大之外 也可以縮小 那什麼時候會成縮小像 兩倍焦距外 所以拿起放大鏡看遠方的東西 那就會變成縮小的像 因為兩倍焦距外 凸透鏡成 那個導力縮小十像 所以放大兩倍焦距外 所以放大鏡可以看到縮小像 反正就那句話 放大鏡就是凸透鏡 放大鏡就是考凸透鏡 不對了 OK 下面一個叫望遠鏡 望遠鏡有所謂的單筒 單筒的啦 雙筒的啦 然後呢有不同的 賞鳥的啦 看星星數月亮的啦 不一樣的 那我們簡單的 現在講的是單筒的天文望遠鏡 然後有所謂的折射式跟反射式 折射式大概靠折射囉 所以它就有兩片的透鏡 然後呢光線呢照過來折射 我們看的是星星星球都很遠 所以一定都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第一個會形成的是一個縮小導力的十像 第一個透鏡所形成的是縮小導力十像 然後讓這個縮小導力的像 放在我們目鏡的焦點的附近 讓它能夠放大 讓它能夠放大 然後從改成一個正立放大的虛項 然後本來有縮小 然後最後把它變得好大好大 所以最後的結果還是放大 所以最後的結果還是放大 然後呢原來是所謂的倒立 倒立完再變成正立 所以還就比起原來還是倒立 原來倒立 然後比起來還是所謂的放大 所以呢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個放大的虛項 然後呢上下會顛倒 左右會相反 所以天文望遠鏡看過去的星星是反過來的倒過來的沒關係 宇宙很空曠 再倒過來OK 把照片翻過來就好 照片翻過來就可以 轉一下就可以了 沒什麼問題 所以 可是你不能拿這個去賞鳥啊 鳥本來正在樹上面倒掉在樹上 很奇怪 所以 放大的虛項 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就是折射式的望遠鏡 還有所謂的反射式望遠鏡 還有所謂的反射式望遠鏡 所以無限遠光射進來 打到了凹面鏡 然後它就會匯聚到焦點 那個就把我們的平面鏡放在焦點那個地方 然後呢它就會反射光線 然後進到我們的目鏡 然後最後就成像 成像 高中老師如果有教望遠鏡的話 會告訴你這些望遠鏡 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還有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那以後再說 反正我們就是這樣簡單的介紹一下 它的構造跟說明 OK 好了解可以了 那這個是我們在生物老師教過的 複視顯微鏡 複視顯微鏡 有兩個凸透鏡 有兩個凸透鏡 一個當作霧鏡一個當作目鏡 然後呢 這個但就不是看星星很遙遠 一定在兩倍焦距外 把它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它會成為一個導力放大的實像 然後這個像再變成目鏡的霧 然後放到焦點附近 讓它成為一個正力放大的虛像 放大的虛像 好 所以它放大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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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放大 再一次放大 所以你們以前學生物的時候 下面是二十倍 上面是十倍 那總共放大幾倍 二十乘十叫做兩百倍 因為只要放大兩次 所以兩個相乘 兩個相乘 那之前是倒過來 倒過來變正力 所以對於人還是所謂的倒立 那麼兩次都放大 當然就是放大 所以最後的成像結果就是放大的虛像 也一樣上下會顛倒左右會相反 就是我們的富士顯微鏡 理論上 生物老師教過的 這些都是比較簡單的 介紹的光學儀器 OK 放大鏡 望遠鏡 跟富士顯微鏡 可以嗎 可以